被告蔡英文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1段122号 被告苏贞昌台北市中正区中校东路1段1号 被告陈时中台北市南港区中校东路6段488号 为被告蔡英文、苏贞昌、陈时中等三人 共同涉嫌触犯毒职罪、徒利罪和伪造文书罪 依法巨状提出告发誓 一、犯罪事实 被告蔡英文为中华民国总统于就任时依法宣誓是于谨以制成 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付国民付托 如为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制裁 警示 而苏贞昌为行政院长、掌管国家各部会、陈时中为卫福部长兼疫情指挥中心主任、宗理疫情指挥事宜 依照民主法治国家常规、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流行中 理应勤勤恳恳、尽忠职守、以手中掌握之旁大国家机器、社会资源及政府公权力、遵守誓词、保护人民、增进人民福利、善尽努力保障全体国民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之重责大任 然而,被告等三人竟基于不可告人之党司勾结与犯益 在国内疫情极端艰困时刻,禁制国人基本之生命权和健康权于补固 于2021年5月变 种病毒开始入侵台湾期间 全国确诊及死亡人数迅速攀高之际 为下列行为 一、被告蔡英文、苏贞昌、陈时中三人恶意阻挠疫苗进口 废持植物酿成死亡三百多人 确诊上万人致灾害 按废持一词 依词原知解释为不认真做之意 含有故意知本质 有大法官会议解释第342号意见书可查 经查 蔡英文、苏贞昌 陈时中明知自5月15日疫情渐趋严重 国人需求疫苗恐急 禁罔顾人民性命 频频望以进口疫苗遭到国外力量阻挠 坚持需以政府对政府协商签约等空泛政治性理由 拒绝林全之东洋公司于去年已预购 并在紧急时刻可迅速进口的三千万剂国际认证疫苗 继而又百般刁难 设立各种行政程序及条件 要求出具授权书等加以卡关 实质阻挠郭台铭 佛光协会 张亚中 新党等民间个人 团体拟中介捐赠之大批国际认证疫苗 造成确诊人数每日均超过百例 至6月9日已经有确诊11968例 死亡333人 死种恶意组 挠疫苗进口 只为护航高端疫苗之徒利行为 已酿成确诊11968例 死亡333人之实际灾害 2 被告三人有图例高端疫苗之犯行 1 被告蔡英文明知高端疫苗尚未通过解盲 却假借总统势力 先于110年5月13日国安会议中宣示国内疫苗研发的部分 目前已经进入临床实验第二期收尾工作 预计是在7月底可以开始供应第一波国产疫苗 其后更于5月18日视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视讯高端公司且再次提到高端疫苗 致使高端公司股价从原先发行之30余元 近于110年5月涨至417元 此种频频公开透过媒体 向国人以多种形式宣传人体试验尚未通过二期解盲的国产疫苗安全无余 但从不敢说是否有效 并且在中央紧急采购疫苗相关法规上 在三企图放宽审查检验标准 以求提前放行高端联雅两支国产疫苗上市的时间 如此草率对待新型传染病疫苗之开发 试验与紧急准用 将厂商原先理应自复制疫苗上市风险及潜在赔偿责任 全数转嫁给政府及国人承担 此种明显护航特定企业利益 却罔顾受重防疫效果及公为科学判断之行为 即使其内部审查委员 国内染疫科学泰斗之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培哲医师 亦不惜辞去审查委员职务 公开严正表达反对意见 社会上亦有众多前任及管局 卫生署长等退休闲达人士 不断对此发出强烈之异议警示 上开行为 显然有图力特定人 致使其获得利益之犯罪行为 二 陈时中执司指挥中心相关防疫政策 苏贞昌掌管各行政部会 在今年5月以前上据成效 国内染疫及死亡人数上述有限 等同为国产疫苗之开发 试验争取了可贵的时间 然自5月份已降 变种病毒侵入国境 来势凶猛 此时国家防疫政策自应随之应变 积极向外大量洽购疫苗 因为不二之选择 奈何取等不此之途 却继续坚持排除向国外紧急增购 或接受捐赠 效用已经国际认证之辉瑞BTN 莫德纳 娇生 国药 科兴等疫苗 却逆向眼苗助长 以最高领导人频频喊话 民事暗喻等种种方式 企图影响审查委员会决策 及后续实要数之放行 在人民众目睽睽乃至国际观瞻之前 赤裸演出蔡英文亲自口语 斜线官方接力护航的戏码 其肩并速度明显涉及配合内线交易 拉抬炒作 相关公司股价之情势 其公然藐视涉及国家安全之公未常规 法理规范之大胆行径 令人法治 三 试想 若去年被告等没有滥用职权 恶意阻挠前行政院长林全本 可购买到的三千万剂国外疫苗进来 此时全国人民早已注射过两剂疫苗 形成初步之集体免疫 自然亦不致爆发此次的五月疫情大灾难 不但全国人民不致受到这一波疫情的冲击 无辜丧失数百条人命 更不必进入三级警戒来管制人民生活 并且必须再度编列八千四百亿的二次纾困金 使国家财政再次蒙受庞大之阴影与压力 四 又 倘若取等并未受制于强力护航二支国产疫苗之心态 而以救苦救民为念 紧急开放所有继经国际认证之疫苗进口 并且善用民间中介力量 而非处处横加阻挠 是则全国人民也将能在最短时间内开始施打继经国际认证之疫苗 进而避免在苦苦等候国产疫苗上市之未定期间内造成大量感染 此中差异 极可能涉及不下千百条宝贵人命 蔡英文政府的肩头重则棘手上血腥 岂能逃过国家司法的追溯 五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于五月底请辞国产疫苗审查委员 他对媒体指出 辞职原因就是担心审查委员会难以摒持独立性 并指指最大困难就是来自蔡英文总统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银龙更曾于公开评论中指出 五月三十一日晚间蔡总统罕见针对国产疫苗临时召开记者会 而这一天也正好是高端股票跌停板的第一天 他强调七月底国人可以开始注射国产疫苗 陈培哲愿是因此质疑 在这种情形下 实要鼠党得住总统府的压力吗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就做不下去了 六 为紧急应对全球疫情扩大趋势 Food紧急授权规范 虽然跳过了一般药物开发所必备的动物试验过程 准许直接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但后者仍然必须经过一 二 三期试验 先后累积至少数万个样本 方足以在正式授权对广大群众师打前 确认该疫苗之基本效能 适当剂量及避免严重副作用之发生 我国时要鼠若擅自放宽标准 以仅仅数千人之样本 威吓扭曲专家审查意见结论 草率放行而给予授权的话 不但该种国产疫苗将无法获得国际认证 使我国师打人口面临初步了国门的窘境 未来更可能出现因师打者产生严重副作用 而导致巨额国赔求偿之风险 蔡英文等人届时或已下台或已离职 若我国司法体系纵容作是此等窃国才明知 重大恶行而无所作为 任令取等轻 亦规避法律刑则 亦将成为滔天共犯 神人共愤 莫此为甚 2. 所犯法条及证据 按刑事诉讼法第240条不问何人之有犯罪嫌疑者得未告发 且第228条第一项 检察官应告诉 告发自首或其他情势之有犯罪嫌疑者应及开始侦查 告发人等仅将被告所设法条 详列如下 1. 刑法第130条 公务员废持职务酿成灾害者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刑法131条 公务员对于主管或监督之事物 明知违背法令 直接或间接图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获得利益者处一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向之罪所得之利益没收之 3. 刑法134条 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 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 加重其刑至1分之1 证据 1. 书证部分 按公众周知之事实 无庸举证 事实与法院以显著 或为其职务上所以致者 无庸举证刑事诉讼法第157 158条书有名文 因被告蔡英文 苏贞昌 陈时中三人 均为时奉明知名高的国家元首 格魁 主管部长 不思竭力保护国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静置毫无人性 利用职权反向操作 以扶植本国疫苗产业为借口 不惜眼苗助长炒短线的生计公司 扼杀自己国人同胞之健康权及生命权 只为图谋个人经济及政治上知私利 被告等的恶行恶状 最近一个月 5月13日起的各类媒体报道均有报道 请均属参拙 2、人证部分 请传唤下列证人 1、台湾东洋药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全 台北市南港区园区街3-1号3楼 2、高端疫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 新竹县竹北市生衣三路68号 3、国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启贤 台中市谭子区谭新路1段3号 4、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请代为查指 5、前疾管局长苏毅仁 请代为查指 6、前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提 请代为查指 7、中研院院士陈培哲 请代为查指 8、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邱淫龙 请代为查指 综上论述 一刑法第130条、131条、134条等制规定 被告确实已经触犯各该条制罪 为图立自己或相关第三人废持职务 更透过职权制操弄 直接、间接图立自己及相关第三人等 不惜酿成全国人民的大恐慌和大灾害 彼等恶劣行径令人罚指 恰于本条制罪构成要件相当 恳请贵属讯为依法侦办 将被告等三人提起公诉 至已应得之罪 彼服法制 时感得便 警状 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 聚状人钟情等 中华民国110年6月11日